我們請吳議員 好 兩位局長 這個案子我非常非常的支持 但是在方向上有一些建議 因為我很遺憾看在你們 要向國中延伸的事辦計畫的方向有所局限 湯局長您剛上任 也是新科上任的 我們國小的寓意深遠方案 您可以告訴我 幾年級做什麼 幾年級做什麼 幾年級做什麼嗎 你可以回答我嗎 國小的部分 國小的部分 您了解嗎 是哪一方面方案 寓意深遠啊 寓意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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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女局長你要協助回答 我們四年級是做戲劇的 然後呢 五年級應該是古典音樂 然後呢 應該就是只有兩個年級 湯局長 是 我們今天就當一個震撼教育好了 我們幾位民進黨的議員 包括國民黨的議員 都一一針對你們送來的案子 提醒你們上來 就幫你們做功課好了 陪公子讀書好了 你們自己推動的業務 你們自己沒有清楚的掌握 那我現在請教您的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案子叫做 寓意深遠方案 要向國中延伸到七八年級 有升學壓力的 雖然現在號稱沒有升學壓力 但是升學壓力還是存在 所以議會支持也要求 你們要延伸到國中去 原本執行的案子 我現在在請教您 幕僚已經把資訊給您了 湯局長 國小的寓意深遠 到底執行哪些方案 二年級到六年級 然後到社交管所去 二年級到六年級到社交管所 我沒有看資料 我沒有幕僚 我只是一個議員 但就我印象當中 二年級去看偶戲館 三年級去美術館 四年級是戲劇體驗 五年級去聽交響樂TSO 六年級去聽 PCO 國 就是北市國 我有沒有講錯 正確 我看你們兩個不要當局長 我來當好了 謝謝知識 當我們今天在講 這樣一個非常好的 利益良善的政策 讓我們的美學教育 可以向下扎根 我請問兩位主管管 結果你們 你局長還這一題 還答了得了五十分 因為你答了兩個年級 湯局長不瞭解 今天大家就當震撼教育 所有的局處長 你們送出來的每個案子 尤其是新科到任的 你們理解嗎 你們過去的政策執行如何 今天送來一堆被查案 以為議員都不看嗎 錯了 請各位局長 多做功課 好 回到這個提案 因為我們都看到 寓意深遠方案的 對於美學教育的推廣 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議會支持 要向上延伸到國中 七八年級的學生 預計受益的學生 會有多少 湯局長 這邊有大概 每一屆學生 大概有兩萬四千 當然大概可以 對 大概可以報名的 大概有一萬五千 湯局長 這是你的提案喔 您提供文化局的 您現在要看著提案回答我 我再一次講 你們都不做功課 我為什麼讓你們的案子通過呢 目前提出來 七年級八年級 可能預估 兩萬四加兩萬四 預計可能會有四萬八千個 學生的需求 要加入寓意深遠 這是新的生力軍 國中生也要有這樣子的權利 去接觸美學教育 但是目前 這個案子 認為 一下子多出四萬八千人 的學生要參訪相關的文化設施 現有的文化設施可能不夠 所以你們來涵 希望你們的試辦方案 希望從一百零五年學年度開始 試辦的時候 能夠 因為文化局現在提供的文化設施管所不足 所以想辦法把城市舞台拉進來 把大道城戲院拉進來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不是你們這個案子的主題 是 尼局長 今天我們剛剛討論的很多案子都有相關 前提就是 為什麼台北市的文化管所不足以提供 越來越多要加入寓意深遠 美學教育的學生去參訪 為什麼會不夠 你們現在是不是都只列公有管所 北美館 當代館有沒有去看 應該也有吧 某卡應該有去看吧 有 你們 就只都是找這些優先的 公有管理的 市政府經營的嘛 對不對 市政府管理的嘛 那一些委外場館 有沒有考慮可以納入 可以 現在 是不行的啦 為什麼不行 回到我剛剛跟你講 那八個案子委外場館的經營績效 會計查核 這些委外場館都應該是協助政府 來推動文化工作 可是這些委外場館都是假文創 不要講都是啦 有一些真的很辛苦在默默經營的 部分 可能因為他必須損益平衡 他必須開咖啡廳 他必須做餐廳 他必須販售所謂的文創商品 以至於這些委外場館 難以 提供更多的文化教育 我這樣說對不對 對 所以這環環相扣啊 文化局有這麼多的委外場館 我們請民間的 有文化理念的人來經營 如果他們經營非常得當 也就是我們政策上要求 你要增加更多的文化深度 更多的文化意涵 甚至他必須肩負文化教育的責任的時候 他們不會就落入這種 四不相的 假文創咖啡廳 這環環相扣 您知道您聽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這些委外經營的 文化管所都能夠 達到一定的文化傳承 跟教育的能量 我們今天在討論 寓意深遠的方案 就不會有你們說 現有的文化管所 場所不夠 讓學生沒東西看 只能優先選擇 四萬八千人裡頭 優先提供一萬五千名 我對這很有意見啊 為什麼四萬八千名 七年級八年級的學生 我們如何去選出 只有一千 一千五百個可以去看呢 對不起一萬啦 對 為什麼四萬八千人裡面 只能挑出一萬五千人 那您告訴我怎麼挑 湯局長 怎麼挑 你可以回答我問題嗎 怎麼挑 湯局長 怎麼挑 學生田意願 願意去的就自己去 家長同意的就去 是這個方式嗎 對還有包括他可能 可以排出來的時間 他可以排出來的時間 所以就不是政策強制 要求大家去做美學 這是選擇性的 不過我們鼓勵啦 選擇或被選擇 這樣合理嗎 我們應該 100%的提供這樣一個美學教育 這是我們的義務 可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管所不夠多 所以這些學生自主選擇 或是被選擇去接受美學教育 我不接受這樣子的做法耶 湯局長 您去想你有沒有覺得也很可惜 為什麼四萬八千名七八年級的學生 只有一萬五千名可以去享受美學的教育 去舒緩他的升學壓力 這個案子很有問題 另外私有的委外場所能不能夠納入 我覺得這是一個思考 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 甚至很多基層藝術家在創作的微型工作室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我們文化局提供給在社區裡頭 讓藝術家去創作的那個小空間有沒有 其實這些都可以納入 讓中年讓國中學生去體驗藝術是什麼 我們不要從小給孩子認為 藝術就是要進到那個美學殿堂 玉長我講這很重要 這是政策方向 對政策方向 該把主題講出來好不好 那些住村的非常重要 我們不要從小給孩子偏差的觀念 到北美館才叫接觸藝術 到國家院外廳那才叫藝術 NO! 我們去看 年輕的藝術家他在創作的那個場域 那是第一線的藝術職集跟學習 這也可以納入啊 那我跟您提供的這些方向 委外館所 跟這種藝術家住村的 或者是社區空間 那有一個名字 那個政策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我忘了 就是在 您知道我說的嘛 各個社區找出閒置空間 讓他們創作 排練場也好 都是可以讓學生去 第一線清淨藝術 就可以緩解了 你只有一萬五千個學生 可以去選擇 你們可不可以再演繹這個方向 對我們會再研究 方向很重要 方向很重要 我懇求你們 不要讓學生被選擇 哪些人有權利去接近藝術 而哪些人 他沒有權利 那你們前端的供給量 就要夠多 所以這個案子 我認為 雖然方向上我支持 可是內容 光講四萬八千名 只有一萬五千名 可以被挑出來 這個我反對 所以 先戰歌 你們提出更好的方案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案子就戰歌 好不好